素食店从业人员里罢工 全美上百座城市的素食店员工 本周四将抗议要求 时薪加倍到15美元 此举也许会徒劳无功 但假如真的奏效 像麦当劳之类的素食企业股价可能暴跌 这些龙头老大也可能失去另一半 或面临更糟的情况 餐点可能更贵 但对美国人的身材来说并不算坏事 况且这些员工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但企业主还是想维持低薪 你觉得他们会想出什么点子规避加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